結束協商 泉州市台港澳辦副主任李朝輝 抵達殯儀館 大約10分鐘後 陸委會副主委梁文傑也到場 梁文傑出席公記 和李朝輝幾乎零互動 李朝輝不斷看向梁文傑 和旁人竊竊私語 隔著一條走道的距離 梁文傑也撇頭望向李朝輝 似乎對到眼 但也沒表情 避開直接接觸 明顯要降低官方對官方意味 我們今天來到這邊 就是要向家屬致意 然後對這段時間的 一些相關的事情 我們就是讓他能夠圓滿的落幕 事件畢竟是不同 但是我們還是希望說 那個弧信吊客能夠儘快回來 那大金滿的事情 帶陸方把相關程序 進行完畢之後 也能夠儘快回來 至計完人就走 再強調主要目標就是圓滿落幕 不過代表著賴政府上任後 開創為驚嚇海域問題的首次協商 我方似乎也給足陸方面子 像是預計九點協商 海巡署副署長謝慶欽 提前20分鐘就在門口等待陸方代表 10分鐘後陸方代表才出現 威力才夠了嗎 協商結束後也尊重李朝輝意見 站上階梯上說明 開始前李朝輝一個手勢 謝慶欽就往旁邊站去 不只互動耐人尋味 曾及地位陸方也必提官嫌 明明正在主記者位置的是李朝輝 不過肆意超迷時 只提進將是紅十字會 似乎陸方已事先交代 兩岸代表都技巧性 降低政治色彩 TVM秀花真誠成員體驗 進一門長報道